来基隆不能错过的当然还有海鲜了 接着带您到基隆庙口夜市附近 吃这一家海鲜粥 老板每天用基隆在地的新鲜食材 搭配粥面还有卤肉饭 做出了一道道鲜美又平价的料理 像是这碗旧无霸爆蛋红巡粥 碗的宽度足足30公分 放入了鲜壳小卷红巡等六种的海鲜 切黄等精华 却融入在熬煮了六个小时的高汤里头 每一口都能吃到来自大海的鲜味 另外还有当地特有的牛角蟹 老板加入了洋葱 鸡蛋 跟特调的酱汁来爆炒 肉质细嫩鲜甜 风味更是咸香迷人 海鲜面 排骨面 海山导乳肉饭两碗 我是台北来的 特地来这边吃吗 对啊 有朋友介绍我们来吃看看 点了鱼汤 卤肉饭 蒜泥鲜蝎 小卷 还有海鲜葱 都很好吃 很新鲜 也会介绍朋友来吃 海骨鲜蝎搭配卤肉饭 因为它卤肉饭不会很油 也不是偏太甜的那种口味 有青菜 红萝卜 还有一颗荷包蛋 所以吃起来算是蛮清爽的 不管周面还是饭 喂在基隆庙口附近的这家小店 总是能满足客人需求 一进门先由可爱的猫咪店长迎接 一旁还有小巧玲珑的可耳鸭当店员 但最重要的就是要来这吃海鲜 就基隆的特色就是海鲜 食材就是比较新鲜在地的食材 我们东北角这边就是小卷 北海岸过去那边就是牛角蟹 三点蟹 还有我们半夜看马丁 很多很多的海鲜食材 老板林玉静细煮着在地新鲜食材 每一种煮起来都各有风味 而这回记者采访的时间 刚好落在螃蟹最肥美的季节 就绝不能错过当季的美味 尤其这玩具无霸爆蛋红蟹中 更是人气之最 里头有六种海鲜 充斥着蟹膏的红蟹 肉质也肥嫩饱满 另外还有虾子 鱼肉 鲜蚵 蛤蟆 小卷再加入蒜苏等配料提味 满满一大碗鲜味十足 碗的直径还大到三十公分 澎湃分量却有着平价消费 豪华般的享受多人分享都不是问题 就不错啊 因为都很新鲜 就是有那个烤鱼 然后鹅啊 还有家人 对啊 因为新不新鲜吃进去就知道了 对 是都很新鲜 分量很多啊 因为我们还有点些小菜 所以很饱 我觉得它这个很新鲜 像这个面什么的 汤汁也很好 比一般我们吃的量都很大 其实主推现在就是比较夸张 比较澎湃的感觉 就是下这个海鲜料 比较夸张 比较多 然后看起来视觉感 跟享用的感觉都会比较好 光是看到老板使用的食材分量 就可以感受到 对料理及客人的用心 每天天还没亮 就去寻找最新鲜的食材 一只只螃蟹到了店内 还活蹦乱跳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红群 母的就是吃它的蛋嘛 那公蟹的话就是吃它的糕 像这个就是公的 公的要吃它的糕 把糕汤跟这些海鲜的食材 融合在一起 很鲜甜 这一箱是我们每天晚上 要去卡妈店补的一些新鲜的海鲜 我早上凌晨会送来店里面 我们东北角的小卷 小卷就是它这个在船上面 就会急速冷冻 所以它来是一整盒的 所以鲜度都非常的好 那这个就是螃蟹啊 然后蛤蜊 五点左右我都会送来公司 就来这边 每天都最新鲜的 对 每天都是最新鲜的鱼货 半夜买货 凌晨开始备料 十点又要忙着开店到晚上 一整天下来 几乎没有什么睡眠时间 但林毅静却甘之如鱼 不止食材强调 一定要新鲜 粥跟面的汤头 每天也得熬上六小时 才能上桌 我们每天都要熬这锅高汤 里面都是用 台湾猪的猪骨下去熬 还有蔬菜 红萝卜 还有芹菜 我们煮粥跟煮面 都是用这锅高汤 主要是一定要用台湾的猪 它口感绝对是不一样的 对 差很多 你看上面有一层油脂 用进口的那种冷冻猪的话 它不会有这样子的油脂 它的高汤特色 只用台湾猪大骨熬煮而成 汤头浓郁清澈甘甜 结合基隆在地海鲜的精华 每一口都能喝到来自大海的鲜味 也因此打响名号 店内用餐时间总是客满 常有老饕舍弃众多 庙口小吃 就为了异常这鲜味 这里不止海鲜粥种类多 这碗龙虾粥也很受欢迎 里头除了横躺一整只龙虾外 还有丰富的配料 龙虾也是基隆的 河滨岛的本港的龙虾 然后加上我们的高汤基底 然后还有鲜蚵 蛤蜊 鱼 全部都在那碗里面 所以就是通风粥 满满一碗是最夯的通风美食 大分量的霸气龙虾粥 一上桌抓住所有目光 龙虾肉质鲜甜Q弹不软烂 一大碗五百元油罩 不用加其他调味 就能吃到它最鲜甜迷人的滋味 除了粥类 林一级的卤肉饭也是一绝 有一般常见的原味加上排骨 也把基隆在地有名的海鲜 像是鲜蚵 虾仁 小卷 统统结合在卤肉饭上 卤这这样可以啊 因为它不会很油 这样好吃 太多了啦 很大一份 这个要叫我孙子来吃才可以 卤肉啊 没有加得太多 搭配得很好 比例很好 粒粒分明 然后有嚼劲 其实饭要好吃 卤肉饭要好吃 关键在饭 不是在卤肉 饭如果好吃 什么都好吃 这个米啊 都是我们粥跟饭在使用的米 大概是来自于三星香 产的香米 所以我们特别选的 它的特点是 比较饱满 比较大顆 煮起来就是粒粒分明 那很饱满 这个我们的卤肉啊 然后比例呢 要三分的肥 七分瘦的比例 然后制作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有先烫过 烫过之后再炒 卤的卤汁也不是用水 是用我们的高汤 下去卤 它吃起来 我费了很多的功夫 下去研发它 然后再加一个半熟蛋 铺在这个卤肉饭上面 就是也铺满满的这样子的小卷 一整晚铺满小卷的卤肉饭 零一锦用料上丝毫不手软 每一只都呈现可口的粉嫩色 檀牙的口感搭配粒粒分明的米饭 以及甘甜的卤肉汁 配上丰富的配菜 实在是人间美味 其实有时候看客人开心的感觉 就觉得说自己做这个东西 做得蛮有成就感 利润饱没有关系啦 可以生活就好了 经营下去的动力就是要 养家糊口 曾经也都叛逆过了 在这个年纪也一定要好好地做事情 会有这样的感触 是因为年轻时的林毅静 曾学过餐饮 后来长期都在国外做生意 2019年受到疫情影响 回来台湾找出路 想到既然有一技之长 何不开店试试看 从他最拿手的餐饮重新出发 因而有了这家店 毕竟身为基隆人的他 最神职基隆在地的特色食材 我平常都会去寻找一些海鲜的货 渔船马上抓回来的牛角蟹 那我就把它用爆炒的方式 炒蟹的过程它的天后顺序 火候是一定要够 先爆香 然后这时候加糖点 海鲜它自己都有鲜甜味 都盐巴一点点就好 放入洋葱 鸡蛋的食材下去爆炒 焖过之后更新鲜美 不管是饱满的蟹黄 还是Q彈白嫩的蟹肉 又香又下饭 还有这碗海南胡椒猪肚面 也是店内数一数二的特殊料理 这个胡椒是海南产的胡椒粒 所以我们把它研磨出来 它的胡椒的味道 比台湾的胡椒要强烈 加上就是我们荣誉的猪股高糖 其实原物料要用很好 客人吃会感觉得出来 面条的话 因为我们选择的是油面 因为油面的特色 它会吸海鲜的汤汁 麵很Q 还蛮新鲜的 汤头刚刚好 吃得很入味 这个味道还蛮重的 就是喜欢重口味的客人可能会喜欢 因为它胡椒味还蛮重的 然后猪度也蛮多蛮新鲜 不过既然位在基隆 店内也少不了当地评价的特色小吃 就像这别的地方吃不到的 基隆天妇罗 扎出惊鸿的色泽 表面烹起就可以起锅 口感绵密细致又酥香 满满的鱼肉香气 配上在地甜辣酱就是绝配 我在地的南 我常常来吃啊 我大部分都吃过 可是我就是喜欢吃这个 我觉得它的粥煮得很入味 平常的粥不是弄那种狗狗的吧 可是它不会 它的饭是那种粒粒分明 我喜欢这个口感 其实做一件事情 一定要用心才会成功 人生的同情的起步 对 太太 妈妈 一路不断地支持我 所以就是一定要把最好的东西 拿给客人吃 要在基隆庙口夜市 美食一级战区生存 林一锦花费的心思跟努力 没有白费 它的巧思与创意 就像这完美融入高汤的粥品 强调着海鲜的胃 海量的胃